现如今马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交通事故的发生 一幕幕惨剧正在你我身边上演 但其实有很多意外事故都是可以防范的 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的几率 小编作为一个已经有十几年驾龙的老司机 今天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马路上什么车不能跟 第一我们要说的是马路上的终极杀手 大卡车 一辆载重几吨甚至几十吨的卡车行驶在马路上 由于其整体重量太大 制动性差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很难在短距离内停下来 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跟在后面的车反应不及 发生追尾的事故 另外由于卡车车身庞大 跟在后面的汽车视野会受到遮挡 前方路段的情况根本看不到 这样也会使后方车辆的反应时间大大缩短 导致惨剧的发生 第二我们要说的是出租车 行车跟在出租车后面也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很多出租车司机为了拉到更多的客人 常常速度快 在街道上肆意的穿行 跟在他们的后方 不但需要非凡的驾驶技巧 还有敏捷的意识 且出租车司机在驾驶车辆时 不但要看前方道路的情况 还要注意道路两旁是否有客人在招手 而一旦发现客人 他们常常会突然减速并转向路边 这对于大多数司机朋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我们要说的是挂红绳的新车 这些新车的背后常常是一个新手司机在操控 对于出上路的矛头司机 他们对车辆状况不熟 也缺乏驾驶经验 所以挂红绳的车也是不能跟的 讲完这些只是为了让广大的司机朋友 路上谨慎驾驶 有防范意识 毕竟生命高于一切